歡迎大家收看《盤點政策》 上星期我們很高興跟盧古克福利局局長 蘇華夏局長探討了很多社區和年輕人的政策 局長感謝你這星期再跟我們了解局局最新的推動情況 過去很長時間前線工作、工友都不夠人 局長你都大刀闊斧地在各個行業引入外勞 在這裏可否跟我們講解一下現在的情況 很高興再次上來盤點政策 在輸入勞工方面 我先講講政府很清晰的原則立場 一定是以本地工人就業優先 但大家都見到現在我們勞動市場很緊張 尤其是我們勞動人口是在下跌 所以無可避免是有一個缺口 那缺口如果行走所有程序 實在無法由本地人去補充的話 就需要在外地引入 現在輸入勞工是有兩個途徑 一個就是有三個叫行業計劃 那個就是建造、運輸物樓和我們院舍的護理員 另外其他就是優化的補充勞工計劃 我們講講優化的補充勞工計劃 在去年9月的優化計劃就落實了 接受申請 現在我們約莫收到三四千個申請 牽涉的人數是四萬左右的勞工 其實就算那個過程裏面 大家有這麼多人敢接的參與 我都聽到總是覺得不夠 在這裏他們 因為一個工人來了 我們不是單純給他工作 其實很多生活的配套要跟上 有部份的僱主也會覺得 我寧願給多一點的錢 給這些朋友來到香港 大家都覺得好過去等 其實在過程裏面 過去在突破一些不同版塊的持有者 可能他的看法不一樣 特別可能 例如有部份的政黨朋友 可能他的看法比較 覺得本地的就業 你怎樣證明優先 剛才局長你也有說 其實要突破這些關口 有什麼方法去處理 逐一說 那個流程的管控是沒有改過的 首先 例如我們休法補充勞工計劃為例 你入了紙申請之後 要做四個星期的本地招聘 我怎麼知道你說本地請不到人 這次我們做了再嚴謹些 就是我們請了工會幫忙 以前就說 我有要求他記得一份報紙登廣告 勞工處會給資料 這次工會朋友都會幫忙 希望盡可能用好這四個星期的本地招聘 讓本地有興趣找工作的工人 都可以找份工 不需要那麼多外勞 你完成之後還有空缺 沒有辦法請不到本地人 我們就要看看批多少給他請外勞 但有變化的地方 以前一定要求僱主在香港找地方給他住 現在不是的 現在是兩個選擇 你可以仍然在香港找地方給他住 或者他可以在國內住 其實現在有沒有統計過 輸入外勞計劃 暫時在哪個地方輸入是最多 會不會是國內還是海外會比較多 一向是內地多 由過去到現在 一定是以內地為主 我們沒有限 其實在其他地方都可以 東南亞都可以 但現實第一是近 第二是同聲同氣 那麼多年來 他已經有一套整傳的配套 我們看到最多是內地 從政策的考慮層面 覺得一定要配套住宿 現在就放開一些 他住心慎好 總之他反倒工就可以了 其實是否和我們整個大灣區的融合 都相關 如果不是有這樣的配套和條件 交通那麼便利其實都做不到 對的 比如以機場為例 機場是一個行業性的計劃 只是說運輸物流 他們很多機場請回來的 包括機場營運商的員工 現在是住在珠海 因為剛剛抱一條大橋幫到手 所以你說得對 其實就是有條大橋 你才可以想珠海 沒有大橋就沒得想 所以你說得對 就是用好大灣區更好的基建配套 你講大灣區融合 其實以我所知 醫護業勞獨 人手方面短缺一點 最近聽說 有些可能內地來香港幫忙的醫護界的朋友 現在這個進展是怎樣 那個我理解是醫護局正在做 醫護就更多一層的安排 就是專業執業的要求 那就是加多層面 因為凡接觸到專業特別有牌照的服務 其實要考慮的點也會多些 但是事實上從剛才局長說的 例子珠海的朋友來我們香港機場的工作 我覺得這裡從政策層面 都解決了幾個很重要的社會問題 第一個就是大家都真的不用怕不夠人了 比較有空間去做 第二就是成本上面 如果你全部都將成本向上托高 其實港到底最終都是轉化去消費者 或者一些服務的受眾裡面 這個都未必是最好的方案 我們用好了整個大灣區的流程 解決到大家似乎 那個人流的互動之後 其實再落一點就是 我們這些東西要設上限呢 我們應不應該 因為人口結構 一直都是很大的考慮點的問題 香港的出身都越來越低 我們已經排到第一例 長遠在這個勞動人口的規劃上面 其實局方是怎樣去監察這些數字 行業計劃 就是那三個行業是有上限的 譬如院舍的護理員現在是7000 但我們都見到7000不夠了 因為我已經用完了 已經有兩千多個申請 所以我們要檢討7000不夠 建造和運輸物流 他們都各自有自己的限額 但他們未用盡 在優化補充勞工計劃 我們就沒有設上限 原因是我有個流程 每一次要看看 你是否有這個需要 做多一些本地的招聘 更加嚴謹的安排 不過始終引入外勞 或者其他地區的朋友 來到香港工作 大家的做法、手勢、習慣 不完全一樣 其中一個在社會上 我想大家會很關心 之前亦都出過一些意外 就是在工業安全上 這方面Goria很留心 上個星期和你討論 回去做了很多功課 交給你了 因為看新聞都知道 很不幸地 舊不舊都會有些工業意外發生 其實現在局長你那邊 有些最新的計劃或者是進展 去怎樣可能減低 或者是怎樣補償他們 政府一向都很高度重視 這個工業的安全 或者叫做職安建 我們幾個途徑 一向都是那個宣傳教育 對工人的安全意識的培訓 當然有佛則 大家都知道我們在一年前 我們將佛則大幅提高了 第四個會用得更多 就是希望用好的科技 幾樣東西加起來 希望提升安全的係數 盡量減到最少 最好就不會發生 其實意外哪怕一個都嚴多 過去看到跨部門跨局都很多合作 甚至你剛才說到運用一些科技 我已經看到譬如我們相對應的IT行業 跟政府聯手做了很多不同的方案 包括多少人以上的工地 就用什麼的科技措施 這樣放在那裡 但真的跟前線的工友去做教育這個層面 可能都是要靠局長你們的政策去推動 其實過去做了很多工作 但都總有一些疏忽 可不可以借這個大氣電波的機會 局長你怎樣去呼籲一下 老闆們 公頭們 大家去更加關心相對應的 前線的工作安全 第一就是一定是個意識 大家要緊緊記記 以前我小時候有個廣告片說生命無T2 其實在地盤在工業任何的環境下 真的生命無T2 也不要將一些 我們見到很多情況 他都輕視了嚴重性 例如他爬一兩米 他覺得沒事的 你一定要扣安全帶 那個梯一定是符合安全的梯台 或者一些工作平台 這些要做足的 你高空工作一定要扣安全帶 你下去這個沙井做事 你一定要帶呼吸器 這些所有的功夫其實要做足的 我們希望第一件事 叫大家不要想著貪方便 就說一次我不做了 這個儀式一定要改 我們所有的安全培訓 所有安全的指示要求 是有個原因的 它就是保障你萬一出事的時候 你不用付出生命的代價 萬一真的不幸地 意外發生了 可能他們傷亡者的家屬 可能都會有些擔心情緒 其實局方會不會有些政策 或者有些幫助 可以幫幫他們 一向有任何的不幸事件發生 其實我們社選 就第一時間是可以支援的 這個不僅是說工業意外 大家見到社會上發生什麼事 我們其實是自動的 我們會找他們談 由最簡單的情緒支援 到有其他方面的需要 我們都會幫 當然我知道社會上 都很多有心人 每一次很嚴重的不幸事件 很多人會撲出來 幫忙提供支援 這些我們都會做 不過從加重罰則的角度 這是不是一個最好的處理手法 經常都會有人會探討 是不是真的加重了 當然阻嚇重大了 但未必是一個最好的解決方案 你應該這樣說 如果只是靠加重罰則 是不足夠的 但你不可以沒有了加重罰則 這個阻嚇的作用 所以我一開始就說 要四樣東西加在一起 所以我們現在大幅加了最高罰則 這個希望提升大家的阻嚇力 但只是阻嚇不夠 所以你宣傳教育、培訓、科技 一定要做足的 你要聯動 做各方面合作 一定要聯動 這套是組合權 不是的 你不可以只有一招 你一定要幾招組合去做 事實上都是決定不可 而且工地的過去 可能一些工業以外 以前科技未必能幫到很多手 但今天都不是科技的問題 大家願不願意用 可以有很多的方案 特別我們都見到很多的 地盤機械人 其實取代了很多人力所需的 這個安全很多 第二個就是 局長剛才很強調的就是意識 大家不要因為一次 覺得做一次半次我們就不做 以外哪怕一次都是嚴重的 但整體而言都是要 政策是一件事 罰則是一件事 自身對自己的保障其實更加重要 我們下一節繼續回來 和局長盤點政策 我們上一節講過關於工業以外的話題 這一節我們再講講一個相關的話題 就是關於康復專員這個角色 比較新的角色 局長可不可以跟觀眾介紹一下這個話題 大家可能少聽康復專員 但其實這個角色有了很久 你在那個社福體幾大範 大家關心老人 青少年 家庭 另一個是康復的 一年政府使用康復的錢都超過一百億 所以我們有一個叫康復專員 專門為我們所有康復政策 包括殘疾 主要是殘疾不同殘疾的人士 在各方面的政策資源方面 作為一個最重要的統籌人物 直接來講他主要在政策層面多 還是他去統籌社福機構 大家去想一些不同的項目 落地去支援不同的商產人士 其實他的角色是怎樣去做的 康復專員是一個政策的角色 他在勞福局下面其實是一個政策的主要的官員 跟所有社福政策一樣 落實是通過我們的社福機構去做的 他收我們的資助 但是那個大框架有資源的重新的重整 或者政策的改變 都是康復專員這邊做主要的推動者 萬一可能有事故發生了 可能需要去找這個康復專員的角色 這個幫助的人 可以怎樣去找到他們 或者怎樣申請 如果你康復有需要 當然第一線你就要找這個相關的社福機構 其實很多的 視乎你是哪一類型 你是精神情緒的問題 我們已經有二十四間社區的精神的中心 健康中心 如果你是屬於傷殘的 視乎你是哪種傷殘 我們有不同的中心 我們有家長資源中心 又有支援中心 你是智力的 那些智障的人士也很不同 他的分別量很小很多 康復的過程或者很多的受眾 其實他過去沒有遇到這些情況 而很多科技界的朋友 也都沒有想過 原來我要面向很多 可能是失衷 又或者他的行動不變 但這些政策 究竟跌到哪一個部門去想 大家應該怎樣做 似乎社會 除了以前說的數碼和紅溝 這個紅溝改變了一點 因為科技更加智能化 而這些受眾 可能相對沒有那麼大聲 去發聲的時候 其實大家就會遺留了 所以在這個層面 你覺得你有什麼可以幫助這個團體 我覺得康復專員可以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我們下面有康復諮詢委員會 林林總總和康復有關的人士 他們的家長 一些專業人士 都是我們全部委任在一起 在那裏可以做功夫 科技是這樣的 我們有樂齡科技基金 今年還加了馬 加多10億下去 樂齡科技不只是幫助老人加 很多殘疾人士其實都可以用到 方方面面的 無論是看東西 聽東西有困難 或者其他行動 科技是可以 所以就算幫不到他完全回復的話 起碼令他生活方面沒有那麼多困難 其中在日本有一個模式 就是由政府出資 買入部分需要康復的設備 然後是租或者借給所有康復的朋友 在家裡用 這個運作 其實香港有沒有類似的政策安排 其實我們看法一致 現在樂齡科技基金 就是給中芯圍本用 在今次事件報告說了 我們加碼之餘的概念都改了 希望除了以中芯圍本之外 就可以買一些東西回來 可以家居用 他是中芯的會員 但我不想他下去中芯用 他當然要回家用 所以買到東西回來 令到他家裡用的話 當然是中芯圍幫他管理 他就可以回家用 即是維修的可能就是中芯仍應待樂 你要中芯幫忙 因為馬匯資做了另一個項目 那些是個人為本的 拿回家 壞了可以去維修 但我們今次樂齡科技基金 希望中芯圍本 因為開始時 要摸索路徑 現在我們都很成熟 我們就希望他以家居為本 可以 既幫到很多老人 但其實都幫到很多 有康復需要的人士 而且在家居 他可能鍛鍊起各樣的問題上 他更加容易 更加一個場景的適合 但亦都可能需要 有一些專業人士上門指導 局長這幾年 你做很多 我可不可以這樣說 做很多倒匯服務 你不單是有不同的政策層面 呼籲大家多些交流下來 同一時間其實很多的案例 或者政策 我們看到很多倒匯服務 但這個倒匯服務 就會令到社福界產生一個很大的壓力 就是人手的壓力 在一些報道上指出 社福界的流失人率都比較高 怎樣去吸引我們的年輕人入行 或者流多的人才 是的 社福界都好像其他界別 都面對人手很緊張 流失率都比以前高 想方設法 第一是社工 我們希望吸引更多人 願意投身這個行業 我們都需要很多護士 其實我們需要的護士 主要是最基層的那個 我們叫做登記護士 我們由社署 差不多已經買起了 全香港所有會有登記護士的課程 為什麼叫買戲呢 意思是你肯讀登記護士 你願意跟我們說 你一畢業後 去社福機構做三年 你的學費就政府給了 那些都是基層家庭 小朋友讀得多 對他有益 約我兩年的學費 二十萬左右 我們給 似乎哪一間學校 我們給 但你只要肯畢業後 去社福機構 軟寫什麼機構 做三年 綁你三年 這個雙贏了 三贏了 小朋友讀書不用錢 一畢業一定有份工 我社福機構肯定 有登記護士可以做事 我們買了一千七個 問題就是 就算我需求這麼大 供應也要跟得上 所以其實都是要跨局合作 在那個培訓的課程 或者相對於 雖然老副局願意 我們有多少可以接多少 那你跟教育局 會不會商量 有沒有可能再增加 護士的培訓 我理解最難的 就是他要做十集 香港只有這麼多地方 給你做十集 所以不是沒有學校願意開 很多學校都願意開 修身沒有困難 也有很多人想做護士 但是就是你的培訓 香港也這麼多 其實我們跟護士管理局 都談了 他都很好 以前在社福機構是不算的 現在最多最多可以去到三成 我理解 都可以在社福機構做 都是具體的多少 要視乎學校搞 我們起碼將可以培訓的場景 都拉闊了 希望從而製造擴充容量 令更多人可以辦到這些課程 更多有意願投身護士 香港的年輕人 又可以投身這個行業 因為前途光明 一定有無限的需要 不需要擔心工作和作業的問題 不需要擔心 不需要擔心 不過當然 一個就是本地培訓 我們自己處理 第二個就是引入人才 引入人才 其實我們做了相當多的功夫 不過有一個層面 有很多人才來到香港之後 有時也需要在大灣區遊走 內地遊走 中央政府其實也開始放寬了 很多的簽證限制 方便我們來港澳的人才 可以在北京、上海這些地方遊走 其實這個政策在突破兩面 就算我們護理人才 如果我們能夠突破到 例如實習在大灣區 或者我們有些相對應大家 多些的聯動的話 其實令到我們吸引海外人才 其實都更加方便 在這個層面 局長有沒有些事情可以跟我們分享 暫時沒有具體的 我都知道很多業界 提了很多 是否可以更多的灣區之內 一些互相的聯動 但這個就是具體問題 具體去看的了 逐個專業 看看怎樣可以 有沒有空間 如果做應該可以怎樣做 現在還沒有發生 譬如有些培訓在香港 但我知道很多人都提了這些概念 但通常這些難度 是否因為跨了境 大家的專業體制 看不齊 這只是一國兩制下面 我們要努力的方向 一國兩制就是因為香港一套制度 內地一套制度 大灣區三個制度 澳門一套制度 怎樣可以將這三個制度之間 它有不同的地方 如果我們想到方法 令它可以整合到的話 可以串連到的話 那你就變成 好像一個問題變成一個優勢 但大家要逐個逐個突破 包括薪酬上 他們都會有一個差別 所以都要平衡 再搞對 人工是一個 但另一個就是專業 因為大家都各自有法律規限 我們有一套香港的法律 有一套內地的法律 有一套澳門的法律 之間怎樣可以大家 談一談協調到呢 這是需要我們想辦法的 而且我們香港還有一個想法 就是我們又不能夠完全跟著 其實內地的一套 我們都要保持我們的競爭優勢 第二就是我們向外走 應該用一個什麼角色呢 其實中間這些位置 不是純粹人才的考慮點 而是我們香港整個定位的角度和角色 不過在過去我們看到本屆政府 局長起上任以來 很多新的政策措施的創新 希望我們慢慢把這條條關鍵都一路突破 不過都急不來 所有事情都是有個循序漸進 但最後局長有沒有一些總結 希望有些什麼我們的小民大眾 可以了解多些 希望大家更加了解多些 政府在為民生方面的努力 我們都要自己用多些不同的方法 和大家做好溝通 做好解說 我很相信如果大家是同心合力的話 香港是有問題 不過我們一定有方法去解決 好 非常多謝 局長今天先送我們兩個訪問 感謝 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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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好消ally 創意 Yay glory